欢迎大家来到老爸的时光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米发糕 比做馒头还简单 口感渲软像蛋糕一样 做一次解决全家人一周早餐 还能做成多种口味的 就连小朋友们都爱吃 那首先以500克的大米为例 淘洗干净加水浸泡4个小时左右 或者是放在冰箱里泡上一碗 第二天早晨来做 泡好的大米就直接捞出 放在搅拌机里 捞出之后还需要再加入500克的水 捞的时候尽量空一下水分 水多了做出来就有点沾牙了 加入水之后就直接打成米浆 或者是买现成的米粉加水会更简单 打好的米浆如果感觉里面有残渣的话 可以过筛一下 过筛好后再加入100克的白砂糖 250克的中筋粉就是家里最长的面粉 5克的酵母粉之后搅拌均匀 糖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 那至于做法有好几种 还有不加面粉的做法会稍微难一些 建议还是用这种做法比较简单 搅拌均匀就直接盖起来醒发了 那等米浆醒发好了之后 接着来制作 就看体积已经醒发到两倍大了 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气孔 这个时候就把米浆再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搅拌到之前的大小 搅拌好后找几个模具 或者是家里吃饭的碗 刷上一点油 方便做好之后取出来 准备的这些材料 就家里普通吃饭的碗 大概能做8到10个了 全程不像做馒头一样 还需要下手揉面 做米发糕的话 可以多准备点米浆 多蒸上几笼 放在冰箱里 够全家人吃一周了 那将米浆倒入模具的三分之二处 之后直接放入蒸锅 凉水起锅直接蒸 用中火水开即时蒸35分钟左右 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不要摆放的太密集 防止水蒸气滴在米糕上 蒸好的米糕放凉之后取出来 渲软好吃 撒上一点桂花 或者是搭配一点果干果酱 小朋友们都爱吃 好了为了方便大家去记 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 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 有文字版的配料 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 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 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也祝大家生活愉快